大家好 抱团养老是现在养老很流行的一个方式 今天我们去养老院 看一下这两户老人 算不算是抱团养老呢 大家也来帮我评定一下 我们一起去老人的房间去看一下 看看他们在这生活的怎么样 这个房间 阿姨好阿姨 哎 哎呀 您我应该叫奶奶 是不是 叫奶奶 应该叫奶奶 我姑娘发生六十岁了 您坐您坐您坐奶奶 请坐 我坐这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我今年八十二岁 八十二岁了 是来自哪里啊 来自唐山 唐山 您来这住多长时间了 两年多了 两年半了有 两年半了 我听说是 您的亲家母也跟着您过来了 对 我姑娘来送我 她看好这个地方了 她说什么呢 山洞气候好 水还好 我们打听了水都是喝山上的泉水 另外我发现了 山洞绿化特别好 特别爱种松树 松树四年四季长青 另外一个松树往外扑的是什么 抚养离子 抚养离子对肺特别好 所以我姑娘说叫我们老婆和老公来吧 我说你 我们老亲的母特别爱干净 我说那你得和她好好商量商量 最好让她来一趟 反正里面有车来一趟看看 她如果同意啊你再来 她不同意啊你来以后 也在心情也不好 说行 后来几月份呢 八月份 她就他们就来了 来了以后吧 上车看 哎呀 他们也特别高兴 说我们来 她为什么当时没来呢 因为我们那个清家工啊 做了胆囊手术 没好力说呢 还插着管子 她说等好了 疯了口 我们就来 就这样 这样回去他们就收拾行李 办这些手续什么 完了以后 是现在是十五月份 十月份 十月初他们就来了 十月初到现在应该是一个月 一个月了 来了一个月了 完了以后 来了以后吧 因为她特别干净啊 所以这个价值也是新的 行李什么都是新的 她特别满意 她说让我走 让我回去我也不回去了 她躺上的房子没卖 她说我也不 我我就在这儿住了 她孩子在那边 她说你们愿意怎么办怎么办 我是把房子都卖了 我是坚决要到这儿 为什么 因为我老伴也去世了 上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 你说我留的房子干什么 我要住出去吧 我还得受房租 你说我越来越老了 我也走不了 也走不了坐车什么 坐飞机也不卖票 坐车上下车也不方便 再一个 人家要是住你房那个 今天打电话说 上水道不好了 明天打电话下水道不痛了 你说我回去不回去 所以我就干脆卖了 卖了以后 我把钱都分了 给孩子们该给多钱 我自己应该留多少钱 我留的钱是干什么 等我有病 养老的时候上医院 要有重病抢救的时候 得需要钱 所以我留了一部分 我到这以后 我非常高兴 我参加的是歌唱 歌唱班 别看我嗓子不好 特别爱唱歌 歌唱班 陈恋我们 做唱就像跳舞一样 陈恋我也参加 过得挺幸福的 过去有的人就说 我不去养老院 去养老院死得快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为什么愿意上这来 我们的孩子 我上这来 我们孩子也是挽留我 大儿子 大儿子更会说 你上我这来吧 咱俩合伙 雇个保姆 我说我不去 我说你雇个保姆 我说你上班以后 我给你看保姆 干不干活 偷不偷动些 我也处不去 溜达在我 我不和你合伙 再说呢 做时间长了 总有一些隔海矛盾 有矛盾后老人先生气 不好意思说呀 是吧 有时候他要是和我儿 弄什么矛盾 我心里也难受 这个我看不见 我不知道 你们也别告诉我 所以我没有生气的地方 我心情特别好 那个心态好 要不咱们去您亲家那儿 去看一看好不好 咱们去他家看一看好不好 去我老车的母家 亲家母家 好不好 走走走 咱们一块去吧 好走 您是住在五楼 他住在哪儿啊 他住在三层 他住在三楼 我住的是五层 因为什么他来了以后吧 那个三层就都住满了 没有了 后来我说你住三层 你说五楼住满了 现在五层都满了 完了以后他就上 上三层就上 他是您邀请过来的呢 还是他是 啊我老说这好 我姑娘也来了也说好 后来我们姑娘睡 唐伞不埋 特别是我移民去 你要去了你就知道 啊客人我来讨问你了 来讨问你了 哎呀 男人好 爷爷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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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好 这个是我们龙晋的宫 啊 你们都是来自这个唐山那边啊 对对对 嗯 当初是怎么考虑的 你们两个一块上这边来了 那个这是那个孔静也好 啊水也好 所以说我们老静静母在这儿待了二年了 嗯 接受的情况我们都来了吧 嗯 其实你们在一块这样这样也属于抱团养老 抱团养老 是不是 对了对了对了 抱团养老相互有个照应 对啊 刚刚听奶奶说是您来 你俩来这儿是一个月了是不是 嗯 是快了 嗯 怎么样感觉 这个感觉挺好 住的习惯吧 习惯 你和你和爷爷两个人这是第一次来养老机构吗 对啊 嗯 那你们是吃饭的话是在那边共享厨房做饭呢 还是不做饭 去食堂 去食堂 你像这个你们老两口你们来了一个月吃饭花了多少钱呢 嗯 钱也有时候也自己买一点早点什么的 嗯 菜呢 就是饭一天在食堂也喝不起20多块钱25块钱 两个人啊 对啊 你俩人一个月这个意思六七百块钱 嗯 七八百块钱吧 嗯 七八百块钱 对 嗯 七八百块钱买其他的对 吃的 吃的感觉还习惯吗 吃的可以 吃的可以 可以 他们来了一次了 来了两次了就是看看嘛 看看情况 哎 完了所以说都决定来了嘛 你俩那时候现在这个地方比堂山好 所以说这就让我们老两口养老 还老了在这 哎 我们互相有个照应 就是这样儿女他也挺放心的是不是 对 我我我我们老兄姐最满意的是这个就是干净 对 他特别爱干净 还特别全 嗯 哎 人家卫生搞的天才茶地 服务态度也好 嗯 能看出来看看阿姨这个房间 整理的非常非常整洁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 好